一年只有一天能做的任务 为宝宝白嫖50点攻击 梦幻除了法宝做其内担等方式 能给宝宝加伤害 其实还有一个被忽略的方法 它就是预售心得 其中有一个神级的心得 只有在中秋节这天才能完成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 一年只有一天可做的心得任务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先点击右下角的绘卷按钮 快捷键OUT加L 若弹出的是未开启山河设计图体式 只需要在任务中找到剧情任务标签 完成山河设计图剧情就好 进入后再点击心得之券标签 你可看到能解锁的心得种类 点击某一个心得后 可以发现解锁心得的条件 和心得对应的技能效果 以及指定召唤兽装备后的额外效果 而其中有四条心得是最适合工程 亦是同心 临时提升20伤害 持续三回合 二是暗夜 夜晚提升35点伤害 等于约50的攻击 三是佛童 提升40点攻击 但有10%的几率攻击偏差 四是永利提升40点攻击 今天主要说一下暗夜心得 通过词条可以看到 解锁条件是完成四条 月魅非传说的剑文 分别看下剑文 点开幻寿之卷 找到带有月魅头像的剑文 约在第九页 非传说的剑文有试炼 起舞 天狗 启程 只有全部完成才能获得暗夜心得 先看启程剑文 鞋带等级大约100级月魅 获得600场战斗胜利就可以完成 只需抓野生的月魅 等级都在120级左右 刷塔两个小时就能达到场数 再说天狗剑文 完成条件是捕捉或放生60只月魅 直接进入青秋抓就OK 一个小时就能完成 而试炼剑文能难一点 要求在月弓获得300场战斗胜利 这里不单单是暗雷 所有战斗都可以 而且一级满层法宝是可以在月弓增加灵气的 同时与启程的胜利场叠加 很容易完成 其中最难的就是起舞剑文 要求通过练腰获得一只技能数大于等于7的月魅 或你在中秋节放生一只月魅 要知道练腰出7级就很难 再加上出月魅 几率又缩减50% 而中秋节放生一只月魅就显得很简单 明天恰恰就是中秋节 千万别忘了放生月魅 完成后打开心得之卷 找到心得可进行解锁 然后点击设置召唤兽按钮 就可以设置召唤兽了 在这里大大王提前祝大家双结快乐